PU篮球场耗资百万 今年五月份才完工 再加上其他水泥篮球场 这一带可以说是英格人打球的最好场地 新北市议员舒宏清表示 英格的运动空间不足 当年是父亲苏友人担任英格镇长时 特向国防部争取而来 这一篮球场当初是国防部的地 是老镇长苏友人 他觉得说国防部的地 闲置在这边也蛮可惜的 所以就僻贱了这个篮球场 真的毕竟永昌人口数真的很多 不止永昌附近的都会来这边打球 打球的人数青少年真的太多了 是运动总比去飙车 做不好的还好 像国防部借用的土地当成篮球场 一旦国防部发文要收回新建社会住宅 地方上难以提出反对意见 只能感叹很可惜 而舒宏清则是表示 即使新建社会住宅也有建壁率的考量 会几率争取留下部分空间 持续让英格人使用 国防部要收回这块地 当然我也会尽量的来跟国防部来商量说 这块地还是留作运动场地来使用 如果他们真的要新建国宅的话 那也希望说能够保留多少的运动空间 尽量来保留 不要说全部都收回去 因为也不可能 照建壁来讲也不可能全部都盖成住宅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多留一些绿地 多留一些运动空间 对正义篮球场土地将被国防部收回 新建社会住宅 英格居民只能表示震惊地默默接受 土地应用该如何考量居住和运动休闲 有待议员和相关各单位后续进行争取了 记者林立吴志恒 英格报导